兄弟们我跟你们讲 我再也不来柳州了 这楼是粉实在是太辣了 阿姨你这店开你多长时间了 我开了33年了 33年 是吗 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没有没有 比百年老店还差 70多年 轩哥 这个是你的本全家福 漂亮吗 看了看了看了 这个应该是我们南京那个地方 相对来说应该叫腐竹 也不知道腐竹 这个应该叫 面筋泡 对面筋泡 完了 这个是鸭掌 应该还有个猪蹄吧 猪蹄呢 猪蹄 这是啥呀这是 鸭针 哦鸭针是吧 我跟你讲就这一份 现在这个 这一份螺蛳粉已经属于就是 他们店里面借的天花板了 这属于不属于我们南京的 要爱马仕螺蛳粉呢 就属于那种爱马仕炒饭那种级别了 你能明白我意思吗 来吧 开始吃啊 嗯 哇哇哇 这就是俗称的这个鸭蒸根啊 再给他尝一口 他这个整个他本来就是煮过的 在家他这个用这个辣油整个浸泡之后啊 整体的味道会 特别特别的浓 特别特别的浓 一口下去之后 整水都是麻的 来喝喝汤啊 啊 哎 爽 最爽 现在我跟你讲 他们晚上外边的天气 最起码在我将近 三十七八度 我跟你讲这么热的天 湿上这么辣的螺蛳粉 这种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 那我跟你说就是 没法形容反正爽 这个嗯 好吃吗 可以 老酒里边配料很多 他们刚才跟我讲 是好吃还是可以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真的 哇 这个帅哥真的是棒 是哪里的帅哥 南京 南京的吃这么辣 我第一次看见 我们是来柳州 我们是来柳州过来拍车的 是吗 底下上的你们这种东西 我就是在家吃过 买你这种像那种虫袋的 在家里面吃过 cheva 吃不 Cheva 先在柳州本地 谁是第一次来柳州 就是麻辣ους我 呀 水已经不行了 不 各各各各大 particularly 拿个不冰的哦 不能冰的这一冰就完了 兄弟们我给你们讲我有再也不来柳州了 这螺丝粉实在是太辣了 它上面是一层辣油啊 下面是一个汤 你们这个汤是用什么什么熬的这个是 虎虎 samh 螺丝蛊头 Interviewer года 他这个鸭掌鲜炸后滷的 非常髒乱 入口即化 而且刚才我吃这个骨刀 是完全可以给他焯碎 咽煮的 现在我们已经吃差不多了 就是柳州有句老话 叫粉不够汤来抽 就一定要感受一下的这个螺蛳粉这个汤汁 来 兄弟们就这个汤啊绝对是鲜辣酸酸 记住来柳州吃螺蛳粉 这个汤才是纯纯正正的精华啊